哈喽大家好 欢迎再一次回到胡子盖叔叔的视频频道 那么前两天 也就是2018年的最后一场雪 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 不过因为这场雪的范围比较小 而且下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很多朋友实际上是没有拍到一张 自己跟大雪在一起的合影 那么前两天 其实胡子盖叔叔的视频里边 已经把这个坑挖好了 所以今天就来教大家 怎么样用一张图片的作为素材 在PS里边后期制作成一张 风雪满天的照片 好吧 接着就转到我们的电脑前面 我们首先要做的 就是打开我们的Adobe的Photoshop 我用的是Adobe Photoshop CC 2019 不过如果你的版本 跟我不太一样的话 也没有关系 因为整个工作的流程 实际上是一样的 接着我们是要导入一张 我们所拍摄的照片 我们就以这张照片来作为例子 在拍摄的时候 我也讲了一下 我们最好是找一个深色的背景 这样我们后期出来的雪的效果 会更明显 好 我们导入照片以后 首先要新建一个图层 接着我们在编辑里边 选择填充 然后我们要填充一张 白色的这样的背景 选择颜色 颜色选择白色 选择确定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纯白色的这样的图层 接着我们其实是要在这张白色的图层上面 增加一些杂色 这里的数量取决于你的雪的多少 一般我不会选择特别多 这样显得特别密特别假 所以树值大概在六七十左右就可以了 分布记得一定选择高丝分布 因为雪下下来它的分布都是不平均的 所以选择高丝分布 让它更随机更自然一点 然后颜色选择单色 就是我们只要保留黑白的元素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在图像里边选择调整色阶 我们稍微把图片压暗一点 就是提高它的对比度 让雪的颗粒更清晰 好 那么接下来的步骤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进入滤镜 选择滤镜库 然后选择滤镜库中的一个叫做丝边的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这个白点 就呈现出这种大小不均匀的颗粒状 就很像我们的雪点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新建的图层 跟我们的背景图层混合在一起 我们选择这个绿色的功能 怎么样 现在图片上是不是有一点小雪花的颗粒已经出来了 别着急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接下来我们再次进入滤镜 还要给它增加一点模糊 在模糊里边我们选择高丝模糊 这个半径不能选的太大 因为选的太大以后 这些雪点就全部都看不见了 所以一般我是设置在0.4 0.5到0.7 0.8左右 大家也可以自由的调节一下 看看不同的参数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选择的参数是0.6 接下来我们要复制一个图层 可以用快捷键command加J 好 可以看到雪点明显的增多了 但是可以看到 现在雪点大小跟原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编辑里边选择自由变换 然后把这个雪点给放大 我们选择310 可以看到这一个图层的雪点就明显的被放大了 因为雪点的大小也让这个画面有了一定的这种景深的感觉 我们再试一下400 我觉得400还不错 确认 计算机可能需要渲染一下 OK我们再次使用滤镜的 这一次我们用锐化的功能 然后用这个Unsharp Mask 当然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用高丝模糊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希望这些雪点能够稍微清晰一点点 所以我是选择了锐化的功能 这些参数大家也可以自由的调节一下 我的半径选择比较小 数量选到最多 好我知道这样的雪 大家肯定觉得还不够过瘾 所以我们Ctrl A以后全选 再通过拷贝的涂层 这时候我们又多了一个涂层 雪又增加了 没错我们还是选择自由变换 然后把这个涂层的雪继续放大 这一次我们用模糊滤镜吧 我们还是使用高丝模糊 一般情况下我都喜欢一层用高丝模糊 一层用锐化 一层用高丝模糊 一层用锐化 这样的雪点更加自然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雪了 我们再来一次通过拷贝的涂层 继续自由变化 这一次为了打破之前的规律 我们选择一个 我们输入一个负的数值 比如说负的200或者负的300 让雪点的分布更加的不规律 更加的不均匀 然后再做一次锐化的处理 参数都不变 在进行锐化处理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半径的像素设得太大 否则就会出现这种很假的 一个一个的白色斑点 这个时候这张照片 其实我已经比较满意了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还是觉得雪花不太够 我们可以回到第一个涂层 然后继续的多拷贝几层 这样让这些小血点变得更多 但是每次新拷贝的涂层以后 大家记得做一次高丝模糊 让这个雪点的形状 它的边缘显得更自然一些 当然如果你希望你的照片里能够有一点漫门的感觉 就是那种雪花变成了一条一条的小细线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可以在选择滤镜的时候 选择动感模糊 而不要选择高丝模糊 就像这张图片一样 如果去掉背景图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雪点的情况 这张图片到这一步理论上就已经处理完成了 最后一步只是让它更完美一些 更符合我的审美 我会选中所有编辑过的涂层 然后选择涂层 涂层编组 再增加一个蒙板 这个时候选择橡皮擦工具 我们可以把人物脸上的雪点给擦掉 这样做的好处是让人物的表情在整个图像里边更生动更突出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张图片导出保存了 怎么样 这个方法是不是还是非常简单的 关键它做出来的图片非常非常的逼真 我也知道有其他的像是用笔刷工具来刷出小雪点感觉的这样的操作方法 我想说后期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化的流程 很多东西都是随着大家的经验 对这个工具的理解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得到的一些方法 所以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如果你也有更好的方法 欢迎你也在视频的下方的评论区分享给大家 盖叔也希望能从你这里学到一些知识 好了 我是胡子盖叔叔 我会经常的分享一些跟我的家庭跟摄影摄像有关的一些小知识 那么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来说有用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点赞评论关注 然后投币等等 好吧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